哎呦妈呀 这实际上我们家想写的啥玩意呢这是啊 你说我都出门啊买菜正宫 这个老王头子 老头子 老头子 你快出来来来快出来 干啥呀 你快出来 睡会儿午觉都朝着八虎去 还睡什么叫睡觉过 你心这么大呢 咋的嘞 这什么我想写啥这是 刚才村上来两个人 这不写的吸烟有益健康吗 这公益广告 戒烟有益健康 没文化真可怕 那啥呢给钱没有啊 要啥钱呢 你看你这刷的多好啊 这 咱们哪应该从他要钱你知道不的 咱们得洗完拉脑了 一分钱不给 就这么对的 凭啥呀 我找他们要钱去 你给我回来 回来 村上刷一条公益广告要什么钱呢 一会还来宣传去 宣传给钱不 你看别家大钱 哎呦我的妈呀 都租出去了 一年哪 好几千块钱到手的 咱们家的钱啊 一分钱没给 哎 就这么白瞎的 你瞧你 跟人家能比吗 人家那地点好 你看你老李家 挨着小卖店 租给马应龙的 你看这水井 人家老孙女挨着水井进 租给家多宝的 咱这啥玩意儿 咱家这是三岔路口 这钱谁租啊 你说那不对呀 咱们村子张寡妇他们家 那大钱啊 十三不靠 哪也不拿哪 哎 租出去的 一年哪 好几千块钱到手的 他租谁了 租给咱村 坐鞋店那个老码头的 老码头是光棍子 直接问寡妇剧的 咋的你想让人家问你来呗 你老头子说啥呢 给我回去 你分钱钱钱的 你分钱你认不着 你跟钱碎 哎呀 哎呀 这地区咋这么难找呢 你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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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银帘吗 哎呀 那是我大名小名叫丢丢 哎呀丢丢啊 哎呀 那个老王大哥 你家这墙租不 不租 啊 租我会租啊 租啥租啊 租租租租 多少钱 那个两千块钱 十年呐 一年两千块钱 一年两千 嗯 嫂子 你家这墙长城啊 谢谢啊 咱们一屯住着啊 也不剩外人 嫂子给你打点值 行不 打多值 打九值 不是 一千八百块钱 你看行不 行那儿行 租啥呀 你租我这个整不整去 你呀 愿咋整咋整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不是 你俩到底谁说算 我说说算 这墙我说说算 对啊 咱们说好了啊 一千八 现在就点钱 我这人就 我这人办事吧 就是痛快 真是 你个老爷们 要办事像个娘们似的 那就没啥意思 好 好 哎呀 哎呀 真好 给我拿我 这地点太强了 我说张寡婚 我有小名 不是 你丢给我 你看咱家这墙子 你能不能不住 这什么话呢 钱都给了 凭啥不租啊 你租我这破墙干啥呀 做广告 做啥广告 阳肾大补丸 不是 你怎么就偏偏 相中我们家这墙子呢 你们家这风水好啊 啥风水啊 你看看啊 我这个阳肾大补丸 治啥病你知道不 酸治 是尿贫尿急尿分叉 你看看 你们家这辣子是三叉路口 和我这药太匹配了 那么点啊 你贴管告行 你别把我下边这戒烟 有一健康给我盖上就行 哎 这几个字给你多少钱 没要钱 没要钱 谁信呢 你耐心不信 实在不行 我就把我这钱我再租回来 啊你现在要往回租 对 可以 租吧一千 整面墙刚才是一千吧 我租回一半是不是应该九百呀 现在这墙归我所用 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租不租 你不租 行 一切 走吧 我可贴管管了啊 毕竟我这盖上啊 那跟你没关系 杨胜大补丸 哎呀妈 三叉路口 太起废了 什么玩意 这 这不老得瑟吗 咋的来压压压 这人压宁了 老汪头 怎么你家的钱也开张了 开张了 镇大广告 没少挣钱吧 挣啥钱 还赔一千 赔一千 你这咋的腰咋还直不起来了 可别提了 这个岁月就像 卫生纸一样 你看着挺多 用了用了它就不够用了 我问你腰 你怎么扯到岁月上去了 我这腰就像岁月给扯了 真老 啥 前线出问题的 这也没打仗怎么放前线来呢 前列线出问题的 你没看出我这造型吗 太难受了 我现在买点药吃吃吃吃看能不能好 我就买了 好时没有 哎呀妈呀 吃完这药之后两分钟一片 这这座 两分钟一荡 你说我就再有劲 但是我也憋不住他呀 你说哎呀 这不行不用吃吃了 真好 你吃啥药啊 阳肾大补丸 可以说这个药给我心灵上 这肉体上造成了严重的冲伤 我现在是找不着这卖药的了 我就哪管找着做广告的这个人 我也饶不了他 那你快走吧 去看看这病吧 哎呀 你可别耽误 肯定得看 那什么你家的墙出的啥广告啊 那个公益广告 我看看我看看 快走吧 有一健康 可能不能对我这有用啊 我看看你写了一下 看什么看不应该 我看看 我这写生 阳肾大补丸 哎呀 哎呀妈呀 太刺激了啊 不是 你是刺弄你还是刺激 你刺激我了 赶紧过来 快点 不是这跟我没关系 跟你们 跟我有关系啊 赶紧过来 我找你都找不着呢你啊 你不往处租墙 他能做广告吗 他不做广告 我能受骗吗 啊 赶紧赔钱吧 给给钱 你要多少钱 八十 行 欧元 你应该说八百多好 自己算一下 倒霉一步 快走吧 咋的 生气了 难受了 我也让你心灵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创伤 哎呀 哎呀呀 我说不让他租他肥得租 我咋的 哎 老头子 哎 你看啥呀 你干啥 我咋的 你活你 放骨筋里头的 我还只能选一张铁的 大家注意了啊 现在呀 我要和大伙 说个事儿说个事儿 我们村儿现在成为了远近文明的广告村了 许多村民都把自家的院墙租给了广告商 严重地影响了村容村贸 可是最近呢 我们村的王大爷 你看看人家 人家去把自家的院墙刷上公益广告的 王大爷 哎 你这是干啥呢 你大爷是发虎劲呢 要砸墙 你说我还只能想挣钱呢 你那无样 你给我闭嘴 哎 不对呀 村委会通知我说你家院墙刷的应该是公益广告 你是咋还变成药品广告的呢 这不是我租的 你问他吧 我不管你二老谁租 咱们国家那是有规定的 为药品做广告 必须自己得先吃过这药 不然呢 那是得承受法律责任的 哎呀 姑娘 这还是犯法呀 是啊大娘 哎呀 大爷 这药你吃了吗 吃了 咋样啊 老好使的 广告做得好 阳神大不完 吃完就像咱们老得瑟似的 这药呢 不是我说你王大爷 你这么做就不对 这事的跟我没关系 咱家不是你说的算吗 这墙不你说的算吗 是啊 这墙啊那啥是我租的 那钱哪 大妈一分也没动啊 都会屋里放着呢啊 一分也没动 真的没 这 我看你我就来气 哎呀 哎呀 那把钱是杂的呢 杂的 你说是养黄 好好的一面墙 刷上公益广告 就不对了 贴上这害人的虚假广告 就对了吧 你说咱们这都是装介人 不能为了挣两个钱 就败坏了自己的门上吗 对 不能为了挣两个钱 就往自己家院墙上抹黑吗 啊 大爷你说的太对了 丫头你回去吧 回去干啥呀 墙也没了 没啥宣传的 哎呀大爷那我就更得宣传了 村民朋友们村民朋友们 我们村的王大爷 为了不让自家院墙 被虚假广告玷污 毅然的把院墙砸倒了 一会儿啊 我们就请王大爷到广播站 为大伙介绍经验 大爷 一会儿去啊 别生气了 去 做宣传去 我得把墙气上 别气呀 感叹 弄完啥时候气都行 别气 我气好了 好让你忘出租屋啊